杨阳在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关于未来另一半的要求 杨阳的话不知道会劈碎多少女孩的脆弱的心 身高165的话超过100斤就不好了吧 105以上吧 哈哈哈哈 杨阳还觉得自己的要求很普通很简单 单萌的反问了一句 可可吗 得到的是工作人员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哈哈大笑声 更之乖真是非杨阳魔术 看来杨阳要找女朋友的话 就得是郑爽这种长的瘦高的妹子 微微一笑很清诚 李杨阳和郑爽 饰演的情侣的真是绝美CP啊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颇为美美 暖男士傻笑 你被萌到了吗 再看看有着小狼狗称号的黄吉宇是咋回答的 英采而担任主持人 对着黄景宇那十一层层的盘博考问 丝毫不手软 问起问题来一点 都没有顾及人家还小 从下问道上 丝毫都放过 黄景宇竟然也不尴尬 尽管是表面上的 但是黄景宇的动作和话语 都证明了一个事实 我很害羞 求不问 但是素来泼辣的英采儿会轻易收手吗 当然不会 你喜欢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黄景宇一个字回答 巧 说完黄景宇可能是害羞了 不想再继续了 但是英采儿那么早不会收回 继续往上 做出了一个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